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标谷女王林恩如 很多新手想要学好投资 又担心自己没有经验 害怕亏钱,其实投资不可怕 可怕的是你没有一个正确的投资心态 今天我就来跟大家分享 新手投资前一定要有的五大心态 先建立好这些心态 你才能够在投资的路上走得更稳更远 心态一,投资要有明确的目标 你的目标是什么 新手想要投资 第一步先问自己你的目标是什么 是要买房子、买车子 还是要财务自由 很多人一开始都没有想清楚 就盲目的跟风 结果反而钱没有赚到 造成的倒是亏损连连的陷阱 所以你在开始投资之前 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明确的目标 这个目标要很具体 要有期限 而且还要符合你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 比如说你是小资族 目标五年内投资 存到买房的头期款 那你就不合适去当充赚快钱 这个风险太高了 你应该选择的是 稳健型的标的来投资 先确定好明确的目标 你才知道怎么样规划 选择什么样的投资工具 否则你就像无头昌蝇一样 东撞西撞 最后血本无归啊 我给新手这几个建议 一 先问问看你自己的投资目的是什么 二 根据你的风险承受度来评估 第三 搭配了简单投资法 坚持执行跟计划 严守纪律 不要被市场的情绪给牵着走 必学投资观念 第二个是什么 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一句话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其实不只是基金啦 任何投资商品都不可能稳赚不赔 我推广的超简单投资法 也是坚守大赚小赔的原则 如果你说不管啊 我就是要知道稳赚不赔的方法 那我实在很建议你 那就干脆投资你自己 唯有投资你自己 才能够真正达到稳赚不赔的境界 投资是一门专业 你需要不断的学习 跟不断的进修 就算再简单的技巧 你不去认识不去学习 根本不知道怎么使用啊 你就问你自己 你听过超简单投资法吗 四道法宝的选股技巧是什么吗 你会了吗 这些技巧其实 都是连小学生都学的会的 如果你现在还不知道 那你的投资一直在赔钱 其实很正常的 因为你根本没有自己的 一个投资方向跟纪律 我给新手这几个建议 一 多阅读 多看书 投资自己才能够稳赚不赔 二 投资前请先懂得存钱 充实财经知识 熟悉策略 做好资金与情绪控管的管理 存钱是投资的第一步 有了本金才能够钱滚钱 很多人都告诉我要投资 没本钱怎么办 三 学习超简单投资法 掌握简单的选股技巧 以及投资的纪律 这样才有机会投资翻倍 不论在股票期货 学会就是一辈子的事情 CP值可是很高呢 必学投资观念 第三个是什么 三 投资的风险 无所不在 你做好准备了吗 投资有一句话叫做 风险越高报酬越高 那这一句话有没有错呢 投资新手都以为 只要找到高报酬的商品 就能够赚快钱 但是这些高报酬的背后 往往隐藏着更大的风险 一旦行情反转的时候 很容易就是血本无归 所以当你在投资之前 一定要评估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 你要先问自己 如果这一笔亏损呢 你能够承受多少的损失呢 如果赚了钱 你又会不会变得很贪婪呢 甚至有些人还想要利用超级大的杠杆 甚至去借钱来投资 这个我之前的影片已经有录过了 有一些说明到底借钱投资行不行 请去看之前的影片 我认为交易在进场的时候 风险一定要摆在前面 绝对不是优先考虑 火力哦 交易的第一关是面临赔钱 这是你要够清楚 我不会只告诉你 会赚多少钱 多会涨 你马上翻倍 马上变成大富翁 或许这是大家都想听的 但这很不真实 不是真实的交易式 我想要推广的是一件真正在市场上的所有行为 我只说真话 重点就是投资有赚有赔 风险跟获利是如影随形的 所以先想想你自己能够赔多少钱在进场吧 必学投资观念 第四个是什么 是 投资并非一戏自负 你有多少耐心呢 很多新手常常在幻想 买了股票 第二天就能够翻倍 买了就能够大赚钱 买了基金 就认为一个月的投资报酬率要来到了20% 可是现实的生活是这样吗 交易从来就不是赌一把 也不是一门速成的课 就连股神巴菲特也说过 投资最重要的就是你的耐心 那我觉得最大的关键就是 你要有一个很好的投资方法 那我就是使用超简单投资法的四大法宝来选股 当你有一个很好的方法以及投资策略 再来就是耐心等待了 等待他的买进时机跟卖出时机 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新手很容易面临亏损 但是因为亏损一定是在获利之前 那新手没有耐心 然后急着想要看到报酬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所以企图想要抓住每一次上涨的机会 希望每次都能够买在最低点 卖在最高点 然后没办法接受股价的波动 结果来来回回 不仅没赚到钱 而且还白白的付出了很多的交易成本 甚至错失了大机会 这就是我跟大家讲 你们陷入在别人的嘴里 以及一天到晚叽叽叽叽 想要掌握到每一笔钱都能够赚到 这样子每天跳上跳下 其实他根本就不可能获利 因为当获利的时候 你已经不在市场上了 所以很多时候告诉大家 你有时候休息也是一种策略 或甚至买进之后等待也是一种策略 只要你选对方法 用对方法 选对方向 跟对趋势 其实赚钱真的很简单 我建议各位新手朋友们 第一 首先要抛开一戏自负的幻想 要面对现实 好好的学好功夫 然后跟紧市场趋势 脚踏实地的做功课 二 学着慢 有好的投资方法之后 耐心等待机会 不要频繁的交易 三 不要去盲从 不要去听市场 别人的嘴里 要顺应市场的几率 顺应市场的规则 等待机会出现 四 保持平常心 不要被短期的波动给迷惑了 并且投资观念 第五个是什么 我常常讲 投资的方法其实很简单 大概只占了两成吧 难的是你要有正确的心态 这个占了八成 在投资市场上 变化莫测 消息满天飞 而且啊 胡说八道人超级多的 如果你没有定力 很容易被外界的声音给迷惑了 因为很多人为了杂讯 就摇摆不定 今天看这个 明天看那个 后天看那个 所以呢 这个消息呢 让你无从判断起 然后到最后是白忙一场 不仅没赚到钱 而且把自己都累垮了 身心俱疲 我所强调的超简单投资法呢 它是一种生活化交易 不要把全部的时间都花在看盘上 其实你只要掌握了一个简单的技巧 然后努力的修炼你自己的心态 剩下的时间呢 就拿去培养自己的兴趣也好 关心家人也好 然后让自己的身心灵处在一个最好的状态 打造一个健康的身体 这才是最重要的事啊 要怎么做到投资不盯盘呢 有多的时间关心家人和自己 那就要严守纪律啊 所以我建议各位新手 进场之前 先坚守自己的交易计划 一旦开始了 无论行情怎么样的波动 都不可以变来变去 二不要整天的盯盘 不要去听小道消息 因为你越是追逐市场 你的判断能力就是越模糊越低 然后再保持一个很清醒的脑袋 你才能够在市场上 做出最理性的决策 三无论是输还是赢 这都是市场的结果 要学会平常心 不要因为一次的失败 就开始自怨自怜 然后也不要因为一次的成功 就觉得沾沾自喜 自己很厉害 多去总结 多去反省 把失败当成是一个学习的一个经验 然后再来前进的动力 四成功的投资者 总是坚守纪律的人 才能够真正的驾驭市场 而不是被市场的情绪给摆布了 请雨王给大家一些重点总整理吧 投资新手如果想要开始学投资 我认为这五大心态是很重要的 因为投资的方法真的很简单 就是使用超简单投资法 这样就好啦 所剩下的功夫跟时间 就是好好的努力锻炼自己 以及这五大的投资心态 因为心态是最难克服的 这也是投资路上一定要做的功课 必备的课题 大家一定要记好这件事情哦 最后别忘了订阅频道 按赞分享给更多人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你想看怎么样的主题 我们下次见拜拜